两岁大的卡尔森牙牙血雨的可爱模样 就像是一般的美国小孩 很难想象他才刚从鬼门关前走一遭 家住美国阿肯色州 卡尔森去年2月不小心摔进家中泳池 大脑缺氧两小时 医生一度认为大脑已经失去活动能力 将无法进食 交谈 更不用说是行走 不过奇迹发生了 辗转找到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的高压医学教授 开始进行高压氧治疗 没想到两天过后 卡尔森的脸上再现笑容 高压氧治疗首先让病患戴上氧气面罩 吸进百分之百的纯氧气 同时在高压舱内加压到海平面气压的2.5倍 借此提升血中溶氧量促进伤口愈合 同时抑制细胞发炎和坏死的发生 虽然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还没办法证实高压氧治疗的效果 卡尔森的案例已经让大脑功能受损的病患 看见人生的一线希望 大爱新闻 留任好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